中央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变制裁 动辄挥舞制裁大棒 换不来和平与安全 只会给相关国家的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困难 带来双输或多输局面 进一步加剧分裂和对抗 中俄两国一直保持良好的能源合作关系 双方将继续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精神 开展包括油气领域在内的正常贸易合作